有一次末学提问 关于极乐世界 样的 最常好像说 如果我们到极乐世界 看到的也不是和经上的一样 对此末学人不明白 极乐世界还会随众生 真心不同 看到的也不明白 这是确实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网上极乐世界不是三倍九频而已 它是无量倍 那无量频 所以每一个人 他的生命境界有多高 他感召来的 他所能够接触到的依报 都是不一样 都是不一样 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 跟我到了极乐世界 所感召的 你感受的什么楼阁 庭台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的 善业恶业 它是不一样的 那你福报有多大 也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到那边 有些莲花这么大 有些那么大 对不对 有些罗格 漂亮的不得了 有些就比较简陋一点 所以都是不一样 所以这是因为众生的业力 他的业力不同 所以他感召的依报 是不会一样 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但是都是讲说大家看到的都是一样 因为你只能够这样讲 要怎么去讲到说你看到是这样 他看到是这样 没有办法讲对不对 所以就是看到的都是很善的 所以就讲到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这个树有多高 你看的是五栈高 他看的是六栈高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说西方极乐世界树有多串颜 可以吧 罗格 听到罗格有多串颜 都是真的都是七宝所成的 都是很串颜 但是你看到你的家跟他的家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因为业力感召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的都很好 他看到也都很好 每一个人看到都很好 都是串颜 所以实际上 实际上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 这为什么会有仕途 对不对 还圣同其图对不对 黄培友谊图 没图 但是你每一图再感受到都觉得说 哎呀我看到这都是最好的 每一个人都是觉得最好的 好不好 这不会一样 对啊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 随着众生的根性 不要一碗水 天人看到大陆 那个是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是另外一种说法 所以我才讲到说 你到那边所看的 就是人家都是最好的 你都是看到最好的 所以这恶鬼看到水像血水一样 也是啊 当然他也没有觉得不对 因为所有恶鬼看都是血水 但是可能看那血水干净或者是脏 就吃不太一样 因为有些恶鬼特别饿啊 对不对啊 所以他看的也会不一样 所以你就记得说 金刚经就是告诉你说 一般所谓的所谓的什么东西 比如说 他很富有耶 因为他银行有100万 如果你如果比起这个米尔格斯的话 100万给人家笑死了 对不对啊 那也是很富有 如果说富不富有 假设你现在银行有100万存款 你会觉得你很富有 可是如果你去拿去米尔格斯在那边看看 他觉得说100万 对不对啊 他一天的财产就增加都不止100万 对不对啊 减少 好 对不对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